我们这次设置了六大区域 从东部来讲就是平潭岛东部 这个地方是台湾海峡最窄处 我们再看北边两个区域 北边两个区域正好是台湾基隆港的外海 也就是说可以封控基隆港 那么东边这个区域 它面对的是台军的花莲和台东两个军事基地 可以对这两个军事基地形成打击之势 那么南边这两个区域 一个是台湾就是所谓墾丁东南 墾丁东南正好是恶守了巴士海峡 等于封控了巴士海峡 而西南是靠近高雄海空域 等于是对高雄的这样一个军事基地 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如果把六个区域我们连成一个线的话 实际上这六条线就像一个缰绳 这个江绳的绳结正好是在西南区域 进行了这个打结 把台独死死地困在台湾岛内 我想它的意义内涵就非常清晰了 我看有评论说在东部的这个区域 是我们以往我们的所有的军训 都没有设计过的一个区域 是这样吗 你比如说这次的这个演习 如果跟1996年相比 那可以说是完全是天壤之别 就是不仅1996年 那次应对台海危机的演习 包括以后针对台独的一系列演训活动 我们一般都靠近大陆沿海地区 而这一次我认为有三个重大的突破 第一个就是逼近台岛 这一次的六大区域是最接近于台湾岛的这样一个区域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第二个呢 对台岛形成了这样一个包围之势 如果大家看看四面八方六大区域 正好对把台岛包围在一起 实际上这为未来啊 我们重新塑造有利于我们统一的这样一个战略格局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第三个呢 也是拒止外部势力的干涉 为什么说能够起到拒止外部势力的干涉呢 这样一个作用呢 也是向外部的干涉势力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我们看看北边吧 北边这两个区域正好是靠近冲绳 而南边的这个区域正好是控制了巴士海峡 封锁了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必经之地 所以对外部势力 我想应该能够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和威慑作用 我们想要多出一步 我们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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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部门